- 调团局最近在侦办 入气非法载台挖角高科技人才案 对啊 这我之前讲过了吗 这不是我前几集讲过了吗 那个新竹台园科技园区 那好多啊 我已经就讲了 我根本就没办 所以我就很恨这些事情 你知道吗 那新台团局上台的时候 是不是他们就调团局 就快办这个事情了 我是不是讲过了 台积电跟联发科 前财务经理财务长 弄了一家找了24个工程师 来帮小米做研发而已 那个人就被抓了 这个事情不是很犯 但是这个事情 在赖清德上来之前 这个就开始动起了 各位赖先生上来之后 中国飞机来 我们可以把它锁定 以前我们呼吁过几次 我讲过几次 只要他们敢越线 我控雷达就给他锁定 我们讲过N多次的 蔡英员没有做 他哪里敢做 赖清德是不是都做到了 现在这个事 在新竹开始查这些 这些科技 小科技工艺 开始查了 我们已经说了很多次了 任何一件事情 只要你开始做 就有好的效果 以前是没有人管你 你们怎么 你怎么当匪敌 怎么把台湾的人才挖过去 怎么把台湾的当业机密挖过去 没事啊 蔡英我就不管了 所以说包括那些什么 退降到中国去 当然公然宣誓成为 帮共产党什么 军官 公然宣誓要帮共产党 如果打过来 他们要先投降 现在撤反什么 台湾投降 那些事情 判一年多 笑死了 都不是用匪谍罪来判 什么泄露什么 都在用很轻的罪判 这为什么让我 让我愤慨这么多年 只要你有在做 这个事情你只要你有在做 只要你总统 跟你的司法 这种事情开始动起来 我可以跟你讲 所有的匪谍都会收敛一点 你们 我这样做预测 台湾那些亲共的网红 慢慢会收敛下来 因为我们现在是在玩真的 现在在玩真的 我们清德兄在玩真的 我为什么看到他 我就很开心就是这样 因为那清德先生 他的每一件事情 都让我们感觉到 与我心有七七焉 你是不是在告诉我 你做了每件事 都那么合我们的心意 其实他不一定有听到我们的声音 但是我相信 只要你是真正的台派 真正的爱台湾 真正的台独的人 其实小马都一样 根本就我不用 我比他见眼好不好 我的小马都一样 所以说你看 现在一言一点一点都出来 对啊 黄埔这一批又要去炒共了 我问你 我问你这个事情不能动他一下吗 我不抓你啊 我断了你的退休缝啊 凭什么我们国家给你退休缝 让你这样的人去舔共 去通敌呢 事实上我跟你讲 任何民主义士都可以接受 就不能接受去通敌 你可以用通敌的办他呀 奇怪吗 去等退休 可以去跟共产党勾勾搭搭吗 这个本来他们就是犯法 他也不敢动而已啦 我跟你讲 黄埔这一批人 抓起来一点问题都没有 你真的以为他们可能很那个 这是全世界最窝囊的一群人 你是不知道吗 是吧 你们的精神是什么 你们精神还荡然无存 还好意思说你是黄埔的 不要连到极点呢 其实台湾人并没有那么仇恨他们 使他们自己把自己弄得太恶心了 太吓流了 我每次看到那个族群 我就觉得很 大致不是几个 你跟他们那些人讲台西天 他们真的听不懂 能跟你讲 所以我不是那个什么 我抖音上不是有很多人 很多粉红来留言吗 你就可以知道他们这些 哪怕他们攻击什么 攻击台积电 攻击AI 他们的攻击用词都跟陈梦兴他们一样 你知道吗 跟这些什么中天这些说法一样 你知道 所以我就说你们真的没有读书 没有读书我真的没有办法跟你谈 他们说黄连星的GPU 我没有什么了不起 全世界GPU做最多的是英特尔 再来是什么 再来才是黄连星 黄连星占百分之十几而已 那个AMP也占百分之十六 GPU跟AI有一样吗 GPU就是AI 我后面之前都没有弄懂 全世界的AI的晶片 只有台积电能做 但不表示GPU就是AI好不好 一样是GPU是图形图形 处理器 GPU为什么 GPU为什么当作运算会特别快 因为它本身 它的一些逻辑 跟CPU是不一样的 所以因为它处理大量处理图形的原因 所以它的处理器要比人家快 而比较快快一百倍的东西 突然来做处理 不是用不光是用图像 所以它会变成左右AI的基础 但不表示 不表示GPU都是AI好不好 这个道理他都不懂 你在跟他们讲什么 AI是辅助的 本来就是这样这个道理 所以也就是说 如果连今天都可以污蔑 如果连黄连星他都要污蔑 如果连AI他都要污蔑 那这一群人就是什么 完全没有读书的人 没有读书的人 他看我们台湾实在太强了 他怎么去打你 怎么骂你 怎么污蔑你 找不到办法就只有随便做而已 随便讲而已 胡说八道而已 是不是 黄连星说台湾是国家小文龙 崩溃就无法自残 黄连星现在对小文龙一点都不客气 为什么 美国又不让黄连星把GPU卖到中国去 首先 美国不让黄连星做中国生意 就算美国不禁止的话 我跟你讲 中国买黄连星的晶片 那是求着买的好不好 黄连星为什么要对中国人客气 他对中国为什么要低声下气 黄连星知道他是靠台湾的 但我们台湾也靠他啦 你看老后面以前 说一颗苹果养一个台湾 现在一颗苹果加上一个黄连星 一个AI 真的养台湾 其实各位如果不是AI起来的 如果台湾现在还只靠什么 只靠苹果 今年台积电股票可能会跌到现在300块 信不信我这句话 如果今年没有AI的话 只靠那些苹果那些手机的话 我跟你讲 今年台积电股票可能不会超过300块 可能还在200多块 是不是这样 想一想 是不是这样 所以台湾理解 我刚刚讲台积电提供一个竞技场 让全世界 全世界 所有的人才来做竞技 成功的 赢了第一名 赢的人来跟台积电合作 所以永远有新东西 你们这些人抢到死去活来 赢的那个人都要回来跟台积电合作 所以台积电才是霸主 所以后面你就发现 世界景气跟台积电没有太多关系 因为这个东西不好 那个东西好 全世界总是有好的东西 人宝你都还能去美 这个有什么看 这个没有什么怎么看 人家人宝我是有买 我是不要想讲他 人宝我现在有30张 你不要这样讲 不过无所谓 该怎么说就什么说 老板成什么成什么充分都讲了 他们很遗憾 在这什么 AI伺服器是这块他们落后了 AI伺服器你以为要做就做 所以为什么人宝明明知道 AI伺服器最强 为什么他跟不上 他没有研发团队 他今天有一个600年的研发团队 要跟上 林白里为什么可以在什么 广大 为什么可以在这个AI伺服器上赚了那么多钱 你知道吗 林白里是台湾现在首富 120亿美金的资产 为什么 人家人家的团队已经在这个事情研发很久了 制服器 制服器 为什么了不起这个都要技术的好不好 这个没有一个大的团队的研发都做过好的 你不要说那是组装的 千万不要以为说那制服器 那不就是一些记忆体组一组而已吗 就要组成电脑而已嘛 是啊表面上看起来就像一个电脑而已 有什么差别的 就是技术在里面 人宝他本来就 本来他这一块就落后啊 没有关系啦 我人宝是准备丢着不管了啦 那几张我是丢着不管了 他怎么会起来的啦 因为他在AIPC是可以的 他在AIPC的布局 人宝布局的很好 所以AIPC人宝应该能赚钱 但他AI伺服器他没有 你们想一想啦 AI伺服器才是跟黄远希有关系啦 AIPC跟黄远希没有关系嘛 所以黄远希当然不会找人宝吃饭啦 这很正常啦 但仁宝这个时候确实很丢脸啦 这个但是仁宝是变小的 当然有人说 仁宝可能还没有完全撤出中国 这个也是原因之一啦 但是仁宝在东南亚的布局 也差不多也都成功了 只不过因为仁宝这一次他的AIPC 联想把他所有的AIPC的电脑 全部交给仁宝代工 所以仁宝不可能完全脱离中国 所以也就是说帮中国代工的部分 联想呢 联想有变小 联想的电脑还要仁宝帮他做呢 这个我承认我投资错啦 无所谓嘛 我本来就在38块买了 38块左右买的 无所谓 那今天也没有什么亏啦 但是就是说只有在AI制服器上 他是输人家 这个是实实的 但是他们老板你自己承认嘛 但是AIPC他是有角度的 有角色的 AIPC才保持有角色的 你们故意问我这个是不是要给我Lock Lock有一下 我根本就无所谓好不好 各位 你可以给我Lock 这个没有用你知道吗 为什么说没有用呢 我又不靠这个吃饭 真的是 我是好玩买一买而已好不好 我跟各位讲 我已经没有把钱看得很重了 因为我是个第一我是个退休人 第二我是个把所有的责任都尽完的人 第三 现在没有人需要我去修负责啦 我小孩都成家立业了 我父母都过世了 我就是一个生活很简单的人 我玩这个 玩完这个股票是好玩而已好不好 好玩而已 所以 我赚钱我也没有很开心 我前一阵子不是 之前不是有赚了一点吗 我在宏金我也赚了一点钱 其实股票我也赚了一点钱 我也没有觉得很开心啦 有就有没有就没有 不要拿这个来给它锅你知道吗 锅我没错啦 我又没有很难受 我又没有很痛苦 我又没有说我吹钱了 我好生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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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我来讲那是身外置物的好不好 正想好我70块 咱们谢谢 请别人说 所以把这个 你把台湾的 把台湾的现场局势看啦 你只要你不融资 你不扩大 不扩张信用 你有你的钱放在那里 你根本就可以不要管它了 10年20年后的台湾 比现在不少要发展多少 我们说16年了 16年台积电第一次超越 超越三星的时候 我就在中国讲这个事 中国的那个民主群 讲了很多这些事情 很多人都知道我讲这个事 但是到今天 16年到今天 8年 为你一年了 台湾已经翻天覆地的改变了 你知道吗 你知道现在韩国人对台湾是什么看法 韩国人现在看到台湾 差点跪下去 韩国人不能理解 为什么台湾可以变成这样 他不能理解 但是他们对台湾自由 就羡慕一条路 就羡慕一条路 我有看了很多韩国人的节目 他们在检讨这个问题 其实他们都没有 基本上韩国人到今天 我没有看到一个人用政治角度来 来看这件事情 所以我他们节目在讲 我就笑他们 我说你们永远讲这个 永远是没有用的东西 因为你们不敢讨论政治 韩国人是民主国家 我看没有韩国人在讨论政治 但是我可以跟韩国人讲 如果有韩国人在看我们节目 我现在可以跟你讲 担心输在哪里 我告诉你 输在温在营啊 输在哪里 你们到今天 我没有看到你们一个节目 讨论到这件事情 就说我台湾怎么这么厉害 台湾就是因为什么 黄明虚啊 舒适峰啊 杨健厚啊 韩康中嘛 他们都是台湾人啊 所以都这样 我告诉你 那个当然是重点 但是真正的关键 你的温在营亲中 亲到每日开始给你什么 打压你 不是说每日就比你强 而是什么 而是什么 这个本来就不是一个国家 能够做能够完成的 要所有的高阶国家来共同合作 那你温在营去什么 去亲共的时候 美国 美国不信任你 美国打压你 日本不给你原谅 台湾是跟你竞争对手 财都要财死你 你韩国你怎么有活路嘛 国家财政那么弱 我们台湾是什么啊 我们台湾外务 是不是第四名 第五名呢 他们什么 什么没有钱最多 你知道吗 你怎么看我们台湾比 你韩国付多少外债 你现在你的三星都不行 你韩国还有什么 你告诉我 因为你韩国大财法 大财法好像要把什么 他们很多东西 把它规模进去做的很大 他们好像是专长 不是因为他们是专长 这本来就是他们的工作 他们是国家支持财法 台湾不是吗 台湾哪一家公司不是什么 在江湖中野蛮生长出来的 你遇到世界的潮流改变 台湾人是很容易转身的好不好 引气一叉台湾人是熬得住的 因为小企业 小企业更多嘛 三星的GP占韩国的20%到25% 三星快垮掉了 三星去年光 金费亏了一百亿美金 你三星率多少一百亿亏我没 你三星中 你三星有多少一百亿美金可以亏 一百亿美金 十五兆韩元 我觉得很可笑 韩国企业 而且他们那么多人在讨论这个 他们我看到一些他们的教授 那个大教授在讨论这个经营 他们永远都是讲台湾真的很好 很了不起这样这样 他们有讨论到台湾小企业 中小企业跟他们财法这样的问题 但是就没有一个人讨论到政治 表示韩国人可能 韩国还不是一个很自由的国家 应该他们可能都还不敢 不敢讨论政治还怎么样 否则你怎么看不出来 你们的真正问题在文在寅呢 是不是 而且重点是什么 不光是文在寅的问题 尹熙悦你才赢百分之零点几 你赢不到百分之一 所以尹熙悦这个政权 稳不稳还是一回事 五年一大下一任 选上再选上一个什么 这选上一个青庄人谁受得了 全世界没有一个人会在支持韩国就是这样 韩国你等的什么 等的吃你的 你现在吃以前资产而已 韩国现在假一再逐散 已经没有办法再创造这个价值 韩国已经没有办法 他们现在还犹豫在什么 跟共产党跟中国还是跟西方好 这个事情 你的总统选举他赢不到几% 赢不到一% 人家怎么敢相信你 再把你胡子起来 就是因为那里韩国太强了 还把整个DRAM 整个记忆体的技术全部给了中国 把面板的技术给了中国 所以为什么面板 中国用面板跟记忆体回过头来 把你韩国打% 这也是韩国人 韩国的功能是比我们台湾公司更容易 怎么会被收买 韩国的工程师经常很容易被收买 台湾不是差不多没有 台湾真的没有 台湾今天有5、6万个工程师 我就问你 被收买才不到3000个 3000也很多 现在填两个 3千个 台湾3000个工程师在中国 这也很多 这是跟韩国比起来 真的那个比例 比例比起来一点点而已 还有人 韩国工程师 你多给他一个月 多给他1万块他就跑来 韩国是一个 正说我又地域黑了 这不是我地域黑 而是他们那个 北方那个 那个民主性是怎样 不吹牛会死 不占便宜会死 没有任何忠诚度 这样的特性也不会什么 屌踏死地 就是台湾 台湾赶过韩国之后 韩国再也没有起来的机会了 就是这么简单的道理 就是这样而已 这没什么奇怪 大家不要觉得奇怪 好不好 就是这样 1000人了1000人了 谢谢 韩国摔下去不会起来啦 我还是不是摔下去 不会起来啦 对啊对啊 其实这车货比台湾更可怕 可以认证男男的学生 没有台湾的学生这么优秀啊 我真的真的发现 台湾的年轻人真的优秀 因为我说过 我刚刚讲的 一开始讲的 发明的重建好 我们北重军六团队 把我拉进去了 年轻人真的好优秀 这些人好优秀 以前你们这样的小草 我就从来不相信这个事啊 我是不是一直都不相信 我想说不会啊 我们就以我们的家族的后干 小草啊 没有八加九啊 也有优秀的 也有没有很优秀的 但是至少都安居热业嘛 哪有什么小草 结果发现真的没有什么小草 小草是极少数一群人而已 几乎最底层的一群 最没有 比较没有能力的人 他们感觉被社会抛弃了 其实什么叫被社会抛弃 你不抛弃你自己 谁能抛弃你 对不对 民主国家 谁能帮你抛弃 是不是 这个我说啊 如果你要争气一点可以啊 你输毒不好 但你想争气一点 你去学技术嘛 抛弃电嘛 抛弃嘛 抛弃嘛 火剃钢嘛 火电焊嘛 这麽的钱都比台积电工程师不输了 好不好 不输台积电工程师好不好 你不愿意怪谁 两小小的跟麻烦 两小小跟麻烦一样 然后还哀怨 买不起房 薪水太低了 我现在看到很多台湾的片子 在说台湾的薪水是什么 最低工资的两千 两万七千多 怎样合六千多人民币 怎样 你这边你神经病你嘛 那是最低工资好不好 基本工资好不好 台湾哪有人在领基本工资的 你拿那个台湾的基本工资去跟人家比 就这样 中国人已经羡慕得要死了 你知道吗 两万七千多在中国 现在是六千多嘛 两万多人民币 他们也太深要死了 现在中国人一次 欠升到今次 你看我说你不要救死了 那是台湾最低工资好不好 怎么 台湾人怎么有谁去领最低工资 台湾人你去给他做什么 做最最简单的工作 都三四万以上的嘛 好就是这样aco 现在就红线好了 罚件行动 有得完了 如果全国的这些罢门 这些网罢蛋的组织 都像我们北屯这个区这样 我认为是成功率非常的高 因为人家都已经开始分门别类 什么人负责什么工作分门别类 不然可以 我这个频道可以当你们的宣传工具 我们本来就没有要独享 这个频道的意思 用得到的地方 赶快画一下 我们都愿意配 馆长那种有本就学完白的 对 没错啦 我就问你啦 正常你们家的孩子正常的小孩 优秀的小孩 有哪一个会去看馆长结婚 我就问你 这个很明显 这样子刚好凶了 我讲连黑社会都不是 他就是黑社会的小弟的小弟 所以他会给他抢 他每次被他抢他就躲起来了 不要败啊 好几次被他抢他就躲起来了 馆长是来勾割那些小菜推的 我跟你讲 一个做大企业家 我会去卖便当 我会跟你讲 一个做企业人不会去做便当 便当是要躺多少钱 就是这样的 你们高雄没得忙 你高雄可以啊 你们最可以的 你们切五个到华联去啊 对啦对啦 你们高雄没得忙 对不对 你们都切到 切五个到华联去嘛 我们也可以接的 但是我们要留在这里 罢免弘建豪啊 罢免廖伟 那个什么罢免弘啊 罢免那个什么 宽恒啊 是不是这样说 真的啦 其实可以组织这个事情 这个东西可以组织 高雄人 你们真的把这东西组织起来了 你们真的可以组织起来了 如果你们把 库库集罢免 真的出了一口气一点 有可能罢免成功 因为真的太多人 已经被他气到 早餐到 已经完全 被不计这种代价都要把他干掉了 其实很多人有这种想法 所以这个什么 名气可用啊 这次抢 千万不能浪费 这次 把公平的力量集结起来 要让政治人物有所敬畏 不是你选上立法院 你就很厉害了 你永远要倾听民意 这次不给他教训 台湾的政治 真的就要开始堕落了 台湾厉害的时候 每次遇到这种关键时刻 台湾都是上下提升的 中国跟韩国 他们就向下撑了 这个跟一个国家大运是有关系的 真的大运是有关系的 是啊是啊 花莲不是啦 你们不要这样想 花莲罢名不可能靠八九 那要组织的 所以八九当然可以靠 可以做罢名的一份子 他可以枯出一点他的能量 但是一定要找当地的 当地的政治人物 找谁你知道吗 找跟沪昆吉竞选对手 加上什么 加上八九他们这些势力 就有可能把他罢名 不然做什么要做有可能的 要做有可能 真的我跟各位讲 那个地方自立的 真的很厉害很吓人 不然台湾台东这几个小小鬼 为什么要学上 真的都是靠那小小的 这种力量是 我们在国外太多年了 我真不知道台湾的政治 还是这个样子 其实这种政治是很丢脸的政治 好不好 我有承认我们台中政治很丢脸 跟花莲一样 更小事一样 所以这次说这次要翻转给来 这个什么 AlexDoll38 150块 谢谢 这位好像也是第一次的 讨念的 对对对 Erika你说对 就是要这样 议长跟花莲会交 我不知道花莲是谁了 但是我能想象说 花莲总有 总有富昆吉的对手 那有能量 因为如果那样的人出来 其实差一点翻转就过去了 你从一个外地人突然再去 甚至说像八九这样一个网红 各位不要高开网红 真的能量不高 我很清楚这个事情 如果这样 如果你们把那重点放错地方 会觉得会浪费 会浪费这一次的 这东西要做很脚踏实地的 有可能成功的事情 不是大家都想怎么做什么 是不会成功的 他们要把富昆吉 很简单 富昆吉他当年的那些丑事 我觉得做股票做内线 那是得罪很多人的 这么多股油哪有可能不会放过他 这东西宣传就好了 富昆吉怎么样 我一点都不觉得富昆吉有什么难霸 只要这冬草一来 你们想一想 三条一个高雄人到我们台中 就能把人家给翻转过来 你知道公民的力量有多怕死 公民的力量 真的像潮水一过来 谁都挡不住 我可能各位想 谁都挡不住 趁这一次 没有可能弄一个咖啡 我觉得台湾人这股气 没地方发 执政党 我觉得你们也应该做一些什么 做一些帮忙 让台湾人这股气 能够让人靠一下 真的会悶出病 你知道吗 对啊 花联网 花联网要查东西 怎么会少 台湾现在执政 毕竟是台湾人执政的 不是四九难民在执政 怎么样 讲到最后都一定有我们的价值存在 这个时候不做 真的 我也是想跟耐心得先生讲 哲联司机前天才到新加坡了 他是这样的 他冒险的参加这个活动 那个联大会 我那么想到耐心得先生 你要把自己当做 未来真的会有这么艰难的环境 会像哲联司机会有这么艰难 你把自己当做这样 这样一个角色 这样的话你做事情 就会保存你的勇气出来 因为你会觉得 我不做我就像哲联司机了 哲联司机今天 这样的人真的很了不起 一个演员搞到今天这样 坚持到今天不容易 各位 我们一个旁观者 有时候都快撑不下去 乌克兰习线嘴囊 被安装 人家坚持到今天 賴心得先生 看看哲联司机 想想自己 很多事情 该做就做 不要等到那个时候 你会后悔不及 很多事情只是 抉择一个选择而已 我选择对中国强硬的时候 抉择中国软弱是你的选择而已 你越强硬越把习民的福利尾巴 越早给他揪出来 习民真的没有办法 我先跟你讲 中国现在内部太多人要他的命 太多人跟我讲这个事 我提一下 不想讲太深入 我怕我们的消息来源 被人家弄 我也不想害别人 但是我只是跟各位讲 很多人都知道 中国内部 很多势力在集结 而且集结到一个程度 集结到一个程度了 搞不好那个什么 那个原始感真的要出来 我告诉你 毕竟是军方的人 我跟你讲 什么都不用想 你们都不用想 什么公安 那个都不是对手 最后都是军方人要出来 不然他们知道 被新平押到战场上 死得更快 这句话很简单 打台海不如打中南海 打中南海比打台海轻松多了 我干嘛去打台海 是吧 这妈妈这些武器都被我贪污 贪完了 装备 什么保养什么都贪完了 我干嘛去打呢 一打就露线了 打你中南海最快嘛 这句话 不是我喊出来的 是我听中国朋友跟我们讲 他们内部早就要传这句话了 那乌西民在怕什么 乌西民为什么要杀这么多人 他为什么要杀这么多人 他自己知道 知道自己的身处险境 因为他自己很危险 才要杀了那么多 或者有必要去解那么多仇 是吧 所以别怕了 台湾人 你一定可以熬过他的 政府上讲说 美国不是有人讲说 不用动手 你等中国财政崩溃吧 这句话也是对 但是我说 我没有要 台湾没有要动手 台湾只是要把立场更强烈起来 更强烈 更维持我们的尊严 我们的利益 你飞机杆再越过中线 我就直接把你锁定 我这些用火控雷达给你锁定 我不是用什么 红外线给你锁定 我就让你那妈的 一锁定你的奋斗机里面 里面的名声大响 每次来我就可以这样搞 一点都不跟你客气 大家说好 我们的默契就是这样 你超越默契我就干 一点都不给你 都不灌着你 那个时候军方会吓死的 军方吓死就想说 不行 再这样下去真的 哪一天被习近平这个笨蛋 把我们逼到去跟中 因为跟台湾打仗 就是跟日本打仗 跟美国打仗 死得更快 所以他们想说 与其这样不如动习近平 要动习近平的人很多 那种兵那些人 我觉得他们那些人 讲话我 我并不信他们 你知道吗 我并不信 我没有说他们不好 但是我从来不信任这一批人 到今天还在讲 2025年中国要侵犯台湾的 表示说 这个很像共产党派出来大外宣 我现在在中国 从中国出来的人 我越来越不相信 越来越不相信 王治安 还有这些人 我越来越不相信 但是台湾很多人信他们 我只是说好之为之 我们有我们自己的价值 不一定要听这些人 这些人跟我们价值观是不一样的 哪怕说反共上我们是共同的 我跟你讲 我跟多少反共的人翻脸 你知道吗 我以前在民主行为 那是多少反共的人 很多之后都翻脸 他们根本就是那个王权思想 一直都在 他们一辈子都不知道什么叫民主 他们根本不懂民主 而且他们也不愿意懂民主 有一句话 中国每个人都 每个中国男人心里 都有一个皇帝梦 你知道吗 每一个中国 中国男人心里都有一个皇帝梦 所以他们都想说 推翻我要替当皇帝 我跟你讲 我有一句话喜欢 我跟你讲真情话 所以台湾人 靠着美国 靠着日本 靠着世界先进国家 靠着我们的科技 我们就用这种 靠着什么 科技上的优势 继续往前走就好 不一定要跟中国那些人 勾勾搭搭 我昨天讲一个道理 一个民主会把什么 会把男人的小弟弟割掉 太贱 会把女人的腿绑起来 绑小脚 这样的民主有多不自信 他有多不自信 不自信又自卑 阴暗 夹碍的人存 用伤害别人 来保障自己的安全 把人家小弟弟割掉 把女人的脚给绑起来 这个是什么 这个民主的自卑感 他怕控制不了他老婆 去跟别人在一起 他怕太贱去搞他的女人 永远都是这一套而已 永远在讲这个东西而已 我的女人 我跟你讲 一个有自信的人 根本从来不会把这个 当一回事 有自信的男人就是 我喜欢这个女人 你愿意跟我在一起 我就在一起 不喜欢跟我在一起 我一定都不会难过 我跟你讲 因为我觉得你离开 我是你的损失啊 我对你那么好 呵呵呵呵 你说真正节目 现在去当主席 可能换更生 有可能啊 那真正在死的更难看啊 不会啦 但是我跟你讲啊 傅昆琦是个黑社会的 狂妄而已 傅昆琦有很多缺点 傅昆琦那个 这种黑社会那种 已经跟压过人的气牌 是没有用的 他是玩不过朱立伦 这种真正的 好像很内敛的人啊 朱立伦是真正的狡猾的人 好不好 傅昆琦要跟朱立伦玩 还差太远了 根本就不是对手啦 傅昆琦那是说 真的我不知道为什么 国民党这辣衰了 让这种出头啦 否则我可以跟你讲 傅昆琦这种人 只适合在后山那里撑王 你到其他地方 他根本撑不了王 你看他去把那些 黄柏昆摸头 这种动作是不行的 钢火箱是不行的 要火拼的 你看你 你讲什么销的啊 是黄柏昆那么 那窝浪废的会这样 一般人会跟你火拼 我跟你讲 你是跟你这样糟蹋的 男人头被人家摸了 什么意思啊 什么尊严都不会 都没有啊 而且你这样公然的恶羞辱人 只有黑社会头子会这样看 好不好 所以那个人没用的 还有一段时间 他这段时间 畅修一下 搞不好真的 明年他被罢免之后 他什么都没有了 就这么简单 胡昆吉一点都不可怕 黄柏昆一点都不可怕 柯文哲一点都不可怕 柯文哲一点都不可怕 这种已经取代 时代快过去的人 这个时代快 快被这时代淘汰的人 最后搞不好 搞不好 国民党最后只剩下一个朱立伦 我跟你讲 朱立伦还是 还是能屈能伸 你看你这样 朱立伦能屈能伸 朱立伦 你不要笑死了 朱立伦怎么拿到台面来讲 朱立伦讲都不用讲 好不好 比小丑还小丑的人 小丑界的小丑 是不做什么 那些人不是 这个罗翔打了他一下 他在人家眼里就是个屁 就是个小丑 没有人尊重他 看蓝我们可不可以看清楚一点 我们在我们这种政论节目待那么久 应该看蓝要慢慢去透彻一点 就像说我们罢免台中这个 我们顶多就是算一个顿评价 政治评论者 甚至人家帮我们当网红 我是不愿承认自己是网红 我可以跟你讲 网红能量是有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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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们如果期待八九的话 我就不知道你们在想什么 不要把政治玩得那么低 好不好 不要在我这里谈八九 就是很烦死人 不要把东西看 不要把我这里当做什么 你把我这里当什么 乱七八糟真的是 我就提示你很多次了 好不好 在我这里谈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什么意思啊 我自己是来让你常谈这些东西 今天看人都一点高度都没有 你们在这个地方混什么 我就在我这里混什么 我今天什么都看不懂 就算时间到了 感谢各位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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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